由美国旅游协会创办全美最大的旅游业内展会IPW 昨日在加州阿纳海姆完美落幕 中国买家近年来逐步增长 已成为展会第二大买家代表团 6月1号至5号 IPW展会在加州阿纳海姆展会举行 IPW展会由美国旅游协会打造 为美国本土供应商与全球及美国国内买家 提供产品展示、资源采购与信息交流的平台 是全美规模最大的国际旅游展 展会期间总下谈次数超过10万次 未来三年产生的订单金额预计达47亿美元 每年有超过1000家美国境内供应商三展 展商类型覆盖了美国旅游推广局 各州、市旅游局、航空公司、目的地管理公司 酒店、度假村等 买家在IPW展会上 可以实现跟美国本土的旅游供应商一对一的面谈 IPW独特的预约机制 将买家和卖家紧密联系到一起 每年有近1300位国内与国际买家前来参会 通过系统的精准配对 实现跟供应商多达44场一对一的面对面下谈 中国旅游参会人数在过去7年间保持稳步增长 现已成为参与IPW展会的第二大买家代表团 我们已经很努力地在中国的市场 我们已经很努力地在中国的市场 我们已经看到很好的增长 从中国的市场 我们也工作很专业 与港澳大利亚航空公司 为了解决一个航空公司 从北京或是上海 所以我们不确定当时会发生 我们希望它会发生 在未来的未来 但是东西是非常执行的 对中国的市场 我专业总统的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总统的总统的总统总统的总统 还有总统的总统总统的总统总统的总统 总统的总统总统的总统 主办城市安娜海姆将和大会主办方 为各位参会代表团提供了 丰富的活动和细致的服务 开幕式和闭幕式分别在 加州迪士尼乐园和诺市江国乐园举办 让每位参加者充分感受 呈现的魅力和文化 IPW展会近年来不断发展 得益于活动主办方专业高效的 预约机制和严谨有序的会议安排 每一年的IPW展会都会选择 在美国不同的目的地进行 同时伴有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 并且富有美国当地的特色文化 各地的旅游局和主办方都表示 中国市场一直对于他们 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也希望更多的中国买家和媒体 可以加入进来 凤凰卫视赵梦如 吴家辉 洛杉矶报道